这个湖北主持人一席话 说出了多少老百姓的心声 娘炮文化已经不得不治理 他们一个个穿着紧身裤小鼻鞋 还染着五颜六色的头发 画着黑粗的眼线 动不动就把吓死宝宝了 小玄玄捶你胸口挂在嘴边 对于这种现象 老百姓早已看不惯 不过还有人觉得娘不是问题 主持人何久曾经说 娘什么时候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贬义词 娘它有两个意思都不是贬义的 古早一点的意思 它是少女的意思 小姑娘嘛 娘嘛 后来慢慢的有意思是母亲 我觉得无论是少女还是母亲 都不是贬义词 那我觉得一个男人性格里面 柔软的一面也不是坏事 猛的一想还确实是那么回事 为什么女人能刚硬 男人就不能有内心柔软的一面 这当然可以 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性格 有自己为人处事 接人待物的方式 但是作为有个大量粉丝群体的公众人物 你是否考虑过这样做带来的后果 国学大师郭继承先生曾经给一批演员做过一次演讲 影视剧作品里边给的导向是什么 小男孩弹着蓝滑指 带着耳钉钉 吐着红唇唇 抹着红粉粉 你究竟要把我们中国的男孩子引向何方 当内外的敌人来得灭对千级重难 这些人能成为民族复兴的脊梁吗 这一番话简直是醍醐灌顶 从个性的角度来说 我们支持 但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说 这样做是没有历史感的 作为一个明星 更不能通过作品 将一个民族精神引向阴柔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整治娘炮文化的原因所在 当一个男孩子不再崇拜英雄气概 脸上涂的是胭脂粉蛋 红唇齿白 嘴里说的是吃个桃桃 好凉凉 我们的国家将会走向什么方向 实在是不敢想 梁启超先生曾说 少年制则国制 少年强则国强 那么少年娘呢 如果我们的青少年都因此盲目跟风 后果不堪设想 好在国家及时出手整治 及时叫停这股娘炮之风 连宋祖德也公开发声 应该封掉芒果台和炯这类主持人 他们对于小鲜肉的宣传造势 可谓是功不可梦 与娘炮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就是饭圈文化 而相声界玩得最好的就是德云社了 老郭作为社团的领路人更是捧红了不少徒弟 从岳云鹏到张云雷 再到孟贺堂到新潇贤 每一个都拥有大量粉丝 吃了一波饭圈红利 就在国家大力整理饭圈文化的时候 张云雷的个人工作室意外被封 至于是什么原因网友们猜测不一 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 最近 郭德纲和张云雷现身天津德云社 对此事也没有进行回应 毕竟 德云社对待危机公关 一贯用的方法就是冷处理 如果在这个敏感时期 德云社能够保持低调 不做什么出格的行为 说不定也能熬过去 但是 就在这个风口浪尖上 德云社又出事了 一个叫做小仙女的网友 发出大量截图 视频 通话等证据 来捶一个演员 而这个演员 正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 于子齐 在小仙女曝光的证据中 主要有这么几点 第一 这个小仙女和于子齐是男女朋友关系 第二 小仙女在于子齐身上花了不少钱 包括名牌包包 鞋子 眼镜等 还有很多奢侈品 整体花费不是小数目 第三 两人在交往过程中 这个于子齐还和多名女子保持联系 事情一曝光 德云社又迅速做出反应 临时更新了节目单 将于子齐的演出替换 疑似对其做出停演处罚 经过了解之后 这个于子齐才19岁 进入德云社时间并不长 目前还是学员身份 更没有拜师 表演风格也是娘里娘气 这种风格以后可能不迟消了 对于于子齐整得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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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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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人民子弟兵 战斗英雄 奥运冠军 他们都是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却肩负起了祖国伟大复兴的责任 一个人要追求柔美 那是他的自由 但绝不能让这种娘炮风 成为社会的主流 大家说是不是呢 对于于于子齐 大家觉得老郭会将他从德云朔驱逐出去吗 对娘炮文化又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人员评论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江山父老能容我 点个小赞让我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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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